花蓮市中山路昨天晚间才发生一场大火 烧毁大约六个店面 没想到位在花蓮市金三角商圈 公正街的名店 欧桑米粉汤就在稍早又发生了火警 马上来看最新画面 淘汰浓浓黑烟不断窜出 而这火源就在花蓮市公正街名店 欧桑米粉汤 中午十二点左右发生火警 疑似是因为厨师点菜的 在煮菜的时候点火却突然起火 他想要灭火器赶紧灭火 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他赶快逃出来求救 最后呛伤送医 而火势迅速延烧 至少六间店面遭受波及 后方房无望加上风市的助长 整个花蓮市区雾蒙蒙的一片 而且这时又刚好是假日 虽然消防人员是一度控制了火势 但之后却又继续燃烧 高温导致瓷砖不断掉落 而这里又是花蓮美食的小吃街 警方瞒着驱赶游客 以免影响消防人员救援行动 突然湿了